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梦想的实现更需要决心与勇气 今天节目小组走访台中 看蔡家良姐弟学成归国 将所学化为梦想的种子 在台湾长出本土的保养品牌 其实从小就因为家里一直做生意 那爸爸也是一直就是常常全世界各地跑 可能因为也在自己的精英里面 让我们从小就是一直觉得自己以后长大 一定要做生意 要跟着爸爸的脚步走 也让我们了解到怎么去从细节上面去看到大局 然后再来衍生到市场的一个前景 在英国学习能帮助到我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国际观 那么我想做的就是从国外学习回来的东西 我套用在我们的品牌上面 我一样用我的手法去打入欧美 让欧美对我们中国人的东西比较印象深入 为了满足所有爱美人的需求 节点两人将产业定位在保养品技术上 透过维稳感启动肌肤的代谢机制 并提高吸收力 此外 使用后不需清洗的设计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堪为冬日保养的必备圣品 在冬天的时候 敷面膜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 因为它会很冰冷 对皮肤的不管吸收也好 或是皮肤的这个承受度也好 其实长久之下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想要做一些跟市面上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是适合擦在不止于脸部 它是可以多功能使用的一个产品 不只是女生可以用 这张对来讲 对男生来讲是非常轻松 就可以解决脸上的烦恼的 以最高规格的标准 最贴近消费者的需求 打造不输国际市场的MIT保养品牌 而品牌的起源 其实是在国外念书时 偶然际遇的美丽传说 以前在爱丁堡城堡里面有这么一个传说 是关于一位王子 王子找不到这个答案 没有办法将美丽永久的这个答案找到 那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圣堂保护 来替王子来完成他没有做到的心愿 透过顶尖的保养技术 解开王子当时追寻的谜题 在决心创业时 顶尖 优质 专业的产品 就是最重要的考量 因此创业的第一步骤 就是寻求技术之源 那基本上其实在我们人体的生理结构里面 有很多的维系的循环的环境 那主要是有一些微小动脉和微小静脉 它会形成一些循环的回路 这种微温微热的感觉 可以加速我们真皮层学艺网路它的循环 血管的网路跟组织艺之间交换的速度 就可以加快 那加快的同时其实它就会帮助 应用在皮肤表面这些成分的吸收 它的质地是比一般的动膜再清爽一点 而且它也不会像一般产品 会有这样油油啊黏黏黏黏的感觉 而且吸收蛮好的 割线起来是很嫩很保湿 抹完也不用擦掉 然后像这种对我们这种懒人包一样就很方便 有了创业故事这样好的开始 以及用心研发的好产品 接下来更需要有好的行销包装 对此在法国攻读精品管理硕士的姐姐有信心 能在亚洲市场掳获消费者的青睐 我们现在的通路主要在于 网路上面也因为希望是可以直接回归到消费者的 但是如果以一个长远未来的角度来看 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个台湾MIT的品牌 对于未来 几点两人不心急 先计划性的主打一款商品 打好基础后 预计每年推行三款新品 以网路为主要通路 让小资族美得很省 更希望王子追寻青春涌著的故事 在不久后也能在世界流传 平凡游有 永有不凡 让美永远流传 希望在打造我们自己的风格的同时 能翻转整个保养品的市场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